鲍尔森在中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这时候来 可能要几个月以后要来访问美国 他跟他以前的那些同事 什么戴清蒂呀什么史密斯 一块呢就向那个当时的驻美的一个大使 叫张叶隋的提出过一些建议 也就是说呢 他让他呀来美国的时候 顺便来一趟芝加哥 结果呢胡锦涛还真的在2011年的7月 正式的访问了芝加哥了 参加完这个芝加哥市长啊 这个当时那个是理查德代理就这个人 他呢招待啊就是搞了一个晚宴以后啊 鲍尔森呢就陪着这个中国的代表团 回到当时他们下榻的那个文化酒店 在那儿呢他就跟代表团里的那个王岐山 俩人叙旧 离开王岐山的房间的时候啊 鲍尔森特别的清楚的意识到了 现在的中国的领导人啊特别的希望啊 鲍尔森呢你是不是已经离开了不是国家的领导人了 或者说你不是领导层的人了 你能不能够搞一个平台 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改善中美关系中啊 你能够发挥一些实际的作用 你没职位了但是你依然还可以发挥你的余热呀 或者说你弄一个什么来把这个关系网还继续维护着 因为王岐山就跟他说啊 你在中国啊真的永远会受欢迎的 因为呢你的意见我们也会永远重视 我们是知道啊你是能办成事儿的人 而且呢你也是能够知道怎么能够办成事儿的人 鲍尔森呢听了这话啊也得到了启发 于是呢他就跟这个搭档啊就是这个戴青丽 呃就右边这个女的第一排这个 俩人呢就反反复复的啊这个通话 完了交换意见 因为在这个四年半之前啊 俩人就是通过这种脑力的击打通过这无数的这种想怎么弄啊 因为他觉得戴青丽对中国也是特别了解的 尤其戴青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人性特别了解 一下子能够知道我怎么能够抓住这个事情的实质 或者说那个突破口 当时啊就是他们俩人就通过这种来回的对话呀 想出的那个中美战略对话的机制的 哎应该说啊这个时候呢俩人聊聊聊聊聊啊聊了好几个月 哎俩人觉得 开始吧就是他们决定要成立一个呃一开始肯定是由鲍尔森本人呢出资的一个叫鲍尔森基金会 这算是一个NGO非盈利的一个基金会 呃也就是在2011年的6月正式成立了 目标呢就是要推动更多的中美的合作 促进这个双方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啊 另外呢就是更清洁的环境 列了几个啊比较明确的一个目标 因为你这个基金会啊你因为要投钱嘛你要花这些东西你要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发展 每一个基金会都是必须有明确目标的 比如说像他们啊就是要鼓励你提高这个能源的使用率 你不能浪费 再一个呢就是环境嘛 环境怎么能够推动它更多的改善 再一个呢就是就业上怎么能够啊通过这种跨境的投资 来促进就业 呃另外呢就是在负责任的这种行政领导力上怎么能够促进 那这里边就跟官方肯定是有关系的了 这就是也是就是他觉得啊能够符合中方的这个期望值的 那肯定在中国就能够得到配合 在这个推进国际关系关切的各种问题上啊 他们也要做好一种就是实践上在公务上能够实践的一种处理的或者研究的那么一个领域来 这个基金会成立以后啊马上呢就有了三十多名的呃有中方的也有美方的啊专业人士和专家 巴尔森基金会啊还发表了一个就是全世界专家学者 关于就是他要对国际的上的一些重要问题的一些政策的那种建议和研究 就有点像各种的那个大学里边啊都是弄的那种的研究的研究所 主要其实那当然政策就涉及到了国家管理层嘛 另外呢也包括了就是在中国开发银行啊 你在这个环境上啊你借贷的这个标准是什么样的 有一种制定或者研究 另外呢就是研究中国的国企的改革等等 等等这些吧 一开始啊鲍尔森呢就希望呢他这个基金会啊 呃既要对知识又严谨又执着 呃但是呢他还有另外的想法 呃一开始他确实挺幸运的 就是他落户把这个基金会落户在了芝加哥大学了 这个呢校长啊当时就是这个齐默就这个人 他呢正好啊一直就在开发一个项目就是让大学里的这些学者啊能够去探索啊解决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啊一些紧迫的问题 这个在美国啊特别多的大学是在研究这个的 呃有点像我们那种社会科学院啊 但是我们那好像就仅此一家 而美国是各个大学 呃他都出资搞这种东西 鲍尔森呢就接受了芝加哥大学啊 有一个叫哈里森公共政策学院 就这个学院 给他了一个就叫什么荣誉高级研究员 应该说这个级别挺高啊 给他了这么一个头衔 然后呢又把他的那个基金会啊 就等于附属在这个芝加哥大学里了 但是呢又又在财政上是独立的啊 呃因为人家大学那钱都是国家发的嘛 呃省着用着呢 那肯定不会说你这个基金会 再说也不知道怎么会样的啊 就算是独立核算吧 但是呢名是跨在这的 你这在美国啊一跨到这里边 那你那个打字不就上去了吗 可是呢鲍尔森呢他并不想 让自己的这个基金会啊 就像了成了一个那个 别人认为的像这种研究啊 就成了像智库一样的嘛 他可不想那样 他要干实事的 所以他一直想呢就是 虽然说我也写研究报告啊 推呃建议什么政策呀 但是我觉得啊 我应该算不叫智库 应该叫行动智库 他是这么打算的 呃一开始就是这么打算的啊 至少是他到纽约以后啊 去见他过去的那个老板 怀特就这个之前就是高盛的那个头头啊 这老板他在这见他之前真的是这么想 这个老头怀特啊 他非常的有智慧 而且啊就是很稳 呃他管理过高盛 完了呢还当过美国的副国务卿 完了又做过无数的慈善啊 还有这个NGO啊这样的项目 呃后来不是911以后嘛 就关于这个迈哈顿那个下城区那块啊 怎么重新的这个开发啊建立成立啊 他还领导着那个一个发展公司 结果这个怀特就跟他说了啊 就这个 哦听他讲了自己的这个基金会的这个规划嘛 而且还说了 讨厌人家用那种智库 没有用 就是你给我写个研究报告 我估计时辰大海了 我要跟行动结合起来 所以我不说我智库 我要说我是行动 哎我是行动派的 结果这个约翰跟他说啊 可是你要注意啊 其实用词 你再管他怎么样啊 他都很重要 如果你仅仅把自己啊 呃称作一个行动智库 马上就有人说 瞧瞧这家伙又来了 光动光行动不动脑子 你干嘛不把他叫做一个思想和行动智库呢 哎呦鲍尔森呢啊 如梦初醒 被点了题了 几周以后啊 他特地不是飞到北京嘛 就参加他的基金会的第一次的这个会议 就关于当时是讨论这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于是呢 他就跟这个中国那时候的这个主管经济的常务副总理李克强 就描述我这个基金会 哎是个什么样的 哎我是要这个行动跟这个我的研究理念啊 是要结合的 结果啊李克强一听啊哈哈大笑 说哎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们中国成语里边啊我最喜欢的一个叫知行合一 也就是把你的知识跟行动结合起来 说完了呢这李克强还特地啊 把这四个汉字给写下来了 鲍尔森呢马上就把他啊用在了他们基金会的这个中文网页站上 完了呢在这个中国啊使用的这个信签 而那个抬头上也是把这个李克强那四个字给印上去了 哎 鲍尔森 太懂中国啊就靠着这些啊你就在这个中国那就如履平地 是吧 嗯所以啊我们对他说的这本书啊他有很多的观点 确实他因为接触到了双方的这个政府啊 但是呢某些倾向性和怎么样的啊 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常识逻辑啊要筛一筛啊 不过我为什么要把这像像这种的啊各个我都要讲 我就是想知道的更多 因为你其实就是从他们的这个叙述中啊 你去用你的常识和逻辑去分析 呃不能全信也呃也不能不信 完了呢这里边他其实透露了别的东西 那个信息量才是你特别可贵的 那所以啊就你要是觉得比如说我叙叙叨叨啊 讲的这么详细这么多啊 其实是我要从中得到的是我要的那个信息 而这个信息里边是锻炼我自己的逻辑的 呃 咱们一起成长吧 其实我也狗屁都不懂 我也是拼命的在找各种书来充实自己 让自己不那么的糊涂 而不是人云亦云看别人一个叫什么简介 或者是别人的一个判断我就跟着跑 因为某所有的历史啊和所有的事情啊 它一定是立体的也是多面 呃而且造成这个历史的结果或者是进程的啊 一定是各种各样的力量推着往前走 好接着说啊 呃鲍尔森觉得啊 自从文明产生以来啊 呃一般都是所有的人啊 尽量的离开这个农村 玩了移居到城市去追寻更美好的生活 因为呢城市里啊 你的生活更富裕一些也更安逸一些 跟农民相比啊 应该说你要是按照经济的产值来说 那肯定它产值要比农民更多一些 但而且呢消费也更多一些 这像呢就造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嘛 你像这个制造业啊服务业啊 这种城市化的啊 它把这个生产力提高不说 收入也提高了 另外呢它会产生别的这个内需 比如住房啊道路啊排水管道啊 等等这些什么公共测试啊 教育啊医疗啊服务啊 所有所有这些汽车家电 全部的啊 它产生了一个良性循环 你这个城市里边 你就能够可以产生就业 而且呢互相的啊相伴而行 也就是说你比如你到小城市 你几乎那叫什么来着外卖小哥就找不着工作了 大家都在家里吃了 卖个腿我旁边就有小商店 我不用外卖了 各种的而且它收入也低了不说吧 它就不需要这种东西 那你这种就业就你想 解决几千万人的小麦小哥 就没有吧 所以你知道啊大城市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我们现在的领导层反而要把这个城市 人都往外轰 让人家回去 它这种良性循环 是你回的小城市是形成不了的 再加上我们人口 现在慢慢慢慢出生率越来越低啊 你我不认真妈的脑子进水 在历史上啊 中国一直是有小部分的受过教育的一些精英 统治着这个农民 农这个我们是广大农民的一个国家 后来这一下子啊 近年来这不是一下改革开放了吗 这经济一下增长啊 涌向城市的这些农民工潮 这个规模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 应该说是罕见 独一份 不过现在啊 印度估计得超过我们 因为他们年轻人更多 你知道吗 在过去的三十年啊 在中国大约有三亿人迁徙到了城市 应该说这个移民潮啊 最初啊 又不是成新的 它真的是就是无意中 因为通过这个农村改革啊 得到的一个惊人的成功 因为这个改革啊 它把这个农村的生产力啊 一下子激发起来 哎 大家不是都承包了吗 过去大家都 你吃我 我是你公众的 身无所谓 那一下子这个好多人啊 这个剩余劳动力就过去啊 不是都会固定在这个土地上 你想出门都不行 没接着信 这时候呢 好多的农民先开始 就先往那个乡镇企业去 完了以后呢 再开始啊 又开始往外走 哎 什么经济特区啊 沿海城市啊 就是更有活力的那些地方 去找工作 什么到那个装配县啊 什么建筑工地啊 另外就是 伺候这些打工者的 什么早餐啊 卖馒头的啊 甚至啊 就比如说 做那个假货 什么山寨货的 名牌这些的 都有 全都出来 这个人员的流动啊 必定会随着经济增长 而增加 应该说也是因为 这个人口能够流动 经济才能增长 我一直在说啊 我们的户口制度 是最质顾 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 应该说啊 真正能够让中国腾飞 或者是闸门 差不多真正打开 是我们加入WTO 成了一个世界工厂之后 鲍尔森看到有一个报道啊 就说在七八年的时候 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是80%的人 是以种地为生的农民 而现在呢 有超过差不多一半的人 是生活在城市里了 那很多的村庄啊 也开始啊 就是生活好了嘛 慢慢的变成了城镇了 城镇又变成了城市了 而且啊 城市而且也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你看那时候的农民工潮 你可以想象吗 这是我们中国腾飞的一个基础啊 可是啊 我们后来发生的这个速度啊 确实改变了国家的面貌 可是啊 在这个一百多年里啊 鲍尔森的老家芝加哥啊 其实当时也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一个城市 南北战争前啊 也就是1860年的时候 那个芝加哥才11.2万人 现在是什么呀 也就是19 一 哪年了 就是世界什么博览会那会儿 达到110万 那后来啊 就慢慢就不行了 可是呢 你要说芝加哥那时候已经就是辉煌成绩了 你跟深圳一比 那就简直是小屋见大屋了 嗯 另外呢 就是中国的这个天际线啊 也随着这个经济增长 开始往上延伸了 世界上啊 有15座最高的摩天大楼 6座在中国 美国有3个 嗯 而且啊 嗯 有一个经济规律啊 我看到的有一个 确实人家列了无数 而且你一分析还真的有道理 就是如果 就是经济规律 如果 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城市 出开始出现摩天大楼 你就当心了 就是它的经济到了顶峰了 这是一个就是摩天大楼 是经济到顶峰的一个象征 为什么 因为你的地贵 而开发商呢 就不得不用它买来的这个窄小的这个地盘啊 它要建更大的一个那个使用面积出来 而往往这个时候啊 就是房地产和经济泡沫的一个象征 各种的 那时候啊 中国确实也是各种的基础建设啊 也开始了服务这个城市嘛 在改革开放之前啊 那时候我们哪有什么高速公路啊 现在那数目简直就超了全美国所有的那个高速公路了 世界上的故意都跟没法比 什么地铁啊 你现在都觉得啊 有点不可思议 就是胡乱发展嘛 我们有40个城市都有地铁 美国大概只有15个城市有地铁 在这个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啊 确实创造了数以千万计的就业的机会 尤其是跟这房地产有关的啊 哎呀各种你走哪啊到哪儿全是工地 办公大楼工厂都在建 而在这里头啊 你会发现我们后来就是有了副作用 这就是不加约束的发展理念 其实那个时候鲍尔森他们就已经发现了 你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不停的追求这个GDP啊 其实啊鲍尔森他们外国人也看得挺清楚 就是你把这种我们追这个GDP的这种激励体系啊 其实它是破坏了市场机制的 甭管是什么村长啊县长啊 就是一直到省长啊 都是为了这个促进增长 完了呢能够快速升官啊 尤其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还拿点好处吧 就这种疯狂啊 你就会在中国发现出现了太多的大而无用的工程 包括我们最近发现的什么大雕塑700多万 是吧 你听着都简直就是它不就是为了捞钱吗 其实很早很早啊 已经开始最早出现的鬼城是哪个呀 就是那个厄尔多斯 那就是已经开始就出现了 呃2003年吧 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其实那时候建好的那个厄尔多斯啊 真正建起来的时候 这是摩天大楼 这个厄尔多斯啊 它2014年实际的在这里边住的人 才2万到7万 另外你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啊 其实呃我们在这个社会的不平等方面啊 有不是有那机构专门给排名了 我们跟谁排的一个水平啊 南非啊 什么巴西啊 我们跟这些排在一个水平上了 这其实啊 已经让这个中国的领导层注意到了 而且深感不安 其实当时的那个国家主席胡锦涛啊 就开始 号召就说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 为什么 其实他已经发现这个社会的问题和压力出来了 这发展不能这么着弄了 可是啊 那他大概能力不行 完了再加上呢 各种的这个当时什么经济危机啊 什么全让他赶上了吧 所以他的那个和谐社会 直到他现任的时候 他一看那和谐社会 比他以往更加的遥不可及了 因为他开始光光的也印钱啊 就就嘛 就是想稳住啊 结果呢 应该说巴尔森觉得 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一个更大的烂摊子 要去收拾 好 我们下期接着讲下期见